有这么一把手枪 它不仅威力不俗 而且射速也很快 且精度极高 这就是USP手枪 它在游戏中靠着优秀的性能 受到无数玩家的欢迎 那么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如何呢 HK USP手枪是德国HK公司 于1993年推出的一款半自动手枪 这款手枪是专为美国市场研发的 是根据美国的警察部队 以及军方和民间的需求来开发的 可以说是极思广益了 如今这把枪不仅仅是美国的 各个部队的主要手枪 在全世界众多国家中也均有装备 被全世界称赞为最好用的大威力手枪 伯朗宁手枪作为现代半自动手枪的先驱 其伯朗宁手枪原理影响了后世的无数手枪 USP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USP却可以成为 众多使用该原理的半自动手枪中的佼佼者 这是为何 那是因为USP足够优秀 USP的精度很高 曾经美国特种部队在测试用USP改装的 MK23特种作战手枪时 发现该枪十分可靠且精准 随便抽取一把都可以做到 持续射击三万发子弹不出大问题 而且在45米的范围内 子弹散布仅在5厘米以内 即便是安装的销声器 散布距离也不过6厘米 这个精度在众多手枪中都算是很优秀的 USP是一把可靠且精准的武器 它可以在50米的范围内做到 子弹散布仅有5厘米 但是如此高的精度 是从何而来呢 这就不得不提该枪优秀的结构设计了 首先 它具有独一无二的附近黄后座缓冲装置 我们都知道枪械的后座力 会直接影响到射击的准确度 一般的手枪内部仅有一根附近黄 但是 USP在附近黄导杆末端 并增加一小段缓冲黄来吸收后座力 根据HK公司的说法 这把枪的后座力可以减少三成 枪械的后座力减小了枪械的精度 也会大大提高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USP的枪管前端还有一个特殊的密封圈 这种密封圈可以将枪管固定在套筒的中心 防止枪管摆动 从而提高射击的准确度 该枪的整体设计也很优秀 整枪由枪管套筒附近黄等五个部分组成 全枪共53个零件 不论是拆卸还是组装都非常方便 它的滑套是由高碳钢制成 并且经过了高温以及弹处理 增加其防锈耐磨性能 其枪体采用聚合物塑料制造 为了防止滑套和枪体的重量分配不均匀 还在枪体内加了一个钢框 用来降低枪体的重心 从而提高射击的平稳性 有这么一把手枪 它威力不俗 而且射速也很快 且精度极高 它就是USP 相较其他手枪而言 HKUSP手枪有再弹量大的特点 该枪的结构合理 动作可靠 经过双重附件黄装置抵消后座力 其快速射击时的精度也大大提高 而且还可加装多种战术组件 大大增强了在特殊环境下的作战性能 USP手枪在最初设计的时候 发射9毫米手枪弹 后来的各种衍生型号 可以发射10毫米和11.43毫米等等 其中9毫米子弹的弹容量为15发 不仅威力不弱 其火力持续性也得到了保障 可以说USP是西方客战队员的必备武器 因为这把枪就是专为特种部队而生 整把枪使用模块化的设计 在机匣的下方还可以通过导轨安装 各种战术配件 例如强光手电以及激光灯等等 在机匣的上方也可以根据作战需求的不同 安装不同的描具 这样的结构让USP的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大 可以在各种极端环境下正常运转 受到了许多特种部队的欢迎 同时这把枪也是特种空勤团的标准战术手枪 经常与MP5冲锋枪配合出勤使用 它在传统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多项革新 是一支非常实用的手枪 在传统结构上进行多项革新